小月啊 你知道吗 我刚刚收到推送消息 说那个寒假的时间已经出来了 你想知道什么时候吗 从1月22号开始 放到2月14号 就三个礼拜 对哦 一个月都不到 怎么今年特别短吗 还是就我们短 问粉丝们 你们都放多少天 我们好像是少了一点 来不及吧 我还要去到过年 那你没几天 我还要预习呢 我还要做韩家多月 对啊 你还要玩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二号 就是期末考试时间也出来了 那几号呀 1月14号考的是英语跟科学 然后再过四天 18号考的是语文数学 时间那么低 你算算看 好像离现在已经没几天了 其他课都上完了吗 英语还没上完哦 嗯 就英语没上完 其他都刚上完 玩独自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制定一下计划 不然感觉有点乱 咱看看这个小日历 来标一下 今天是几号啊 今天24号 圣诞节平安夜 你圣诞礼物给我什么 没有礼物了 咱不过阳节了 然后下一页 1月几号 叫一下 把它备注一下 18号 14号 14号 14号就要考 嗯 然后18号 嗯 等下算看还有几天 这里14天 对吧 再加上这里几天 还是12345678 今天不算97天 七天的话 还有三个星期 嗯 紧张了 有点 小哥把它粘上 加油努力 好 度过了这两天 你就可以放松一下下 现在我们把时间标出来以后 你现在有什么感受了吗 我太难了 我们问问粉丝朋友们 你们什么时候考试 你们的放假时间 比我们长 还是比我们短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